又是星期五的聊體談時間 今天加我們的同樣是資深體育主播 雅裡哥 雅裡好 大家好 我又來了 好 雅裡哥我們今天想要來聊的 當然是新北國王隊在打中超聯賽 而且現在在菲律賓持續的在打當中 沒錯 這一次主要是新北國王隊對上了千葉噴射機 但是大家很關注的還是林舒豪有沒有上場 但是雖然他現在傳出了喜訊有小朋友了 但是身體腳的傷勢 但是似乎還是沒有辦法讓他在場上奮戰 而現在也讓大家持續很關心說 如果新北國王隊少了林舒豪的話 能不能再摘下這個勝利前聚冠亞軍賽呢 而且他的弟弟其實好像也蠻失望 因為其實很希望兄弟聯手可以齊力斷金 報回金杯 那雅裡哥如果真的是少了林舒豪的話 這個新北國王隊還有機會拿下 這個冠軍嗎 這場比賽現在還在打 剛剛跟你講之前我的手機還在看手機 剩下不到五分鐘啊 剛剛看到是80比79 我們現在新北國王還領監這個日本千葉噴射機 現在有一分的一個差距 要知道這一次的這個東亞超級聯賽 可以說是各國職業聯盟最頂尖的球的一個對決 那這一次新北國王在分組賽取得了四勝兩敗 這樣戰績打進到四強 結果四強的對手是在分組賽六戰全勝保持不敗 而且陣中有著國際級的這樣的控球後衛 不知道能不能帶給新北國王隊 因為他有足底金魔炎的一個傷勢啊 林舒豪在整個1月份傳出受傷的消息之後 2月份都沒有上場 一直到3月份最近才在PLUS LEAGUE的一個比賽當中 有替補上場 不過這一次他雖然隨隊去到了菲律賓啊 但是這一次的東超聯賽很可惜 林舒豪在賽前的一個熱身當中 還是確認啊沒有辦法上場 不過啊就像剛才講的這場比賽還正在進行 新北國王真的有贏的一個機會啊 要知道東亞超級聯賽啊 這一次如果能夠打進到決賽的話 至少有50萬美金的獎金 如果能夠拿下冠軍的話是100萬美金 那就是超過台幣3100萬這樣的一個高額獎金啊 我們知道今年的新北國王隊有林舒豪加盟之後 凱起當然是打得不錯 不過那由於他們現在正中是有傷兵的影響 當然最大的傷兵就是林舒豪了 那PLUS LEAGUE目前他們整個新北國王 排在第二名是落在啊夢想家的後面 不過東超聯賽 如果今天晚上能夠過千顏噴射機這一關的話 那真的我覺得對新北國王來說 今年真的是有來拼一個東亞超級聯賽冠軍的一個機會 對的確也希望等一下我們播了一半就可以來聽到好消息 但是我們來看到是詹黃喔 其實現在也傳出了好消息 當然是拿下了生涯的4萬分 哇這個紀錄真的是非常厲害 因為他39歲了但是還是保持在一個巔峰狀態 甚至其實大家也開始比較說誰是這個史上最偉大的球員 大家在討論說到底詹黃跟之前的Michael Jordan 比起來的話呢 其實到底誰會認為說比較配得起這樣的封號 也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還有下一位到底誰有辦法拿到4萬分 這就要請教亞里哥了 其實各項運動都會講到有所謂的山羊 GOAT啊 對就是那個最偉大 史上最偉大的球員 那LeBron James也一直認為他自己 應該有機會成為NBA史上最大最偉大的一個球員 雖然以我個人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還是認為Michael Jordan是我認為NBA最偉大的球員 但是LeBron James那毫無無庸置疑的就是 他現在是NBA生涯總得分紀錄的保持者 在去年打破了假霸天溝假霸原本的一個NBA生涯得分的紀錄之後 過了一年之後 現在他生涯正式成為NBA第一個超過4萬分的一個球員 4萬分有多難 要知道今年是LeBron James在NBA的第21個賽季 以競爭激烈強度這麼高的一個NBA美國質量 我們這邊除了美國本土的球員之外 還有來自於歐洲來自於全世界各地的頂尖的一個球員 在那邊對決30支球隊 那超過600名這樣的一個球員 這樣的一個競爭激烈 那LeBron James你想想看 21個賽季總得分超過4萬分 那等於每一年每一個賽季82場比賽 你的得分大概都要在2000分左右 你才有機會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剛才你也講到這張圖卡講說 那前五股人那後面有沒有來者呢 那LeBron James有沒有可能他的4萬分紀錄會不會打破呢 你要講到現在最火紅的 青州勇士的Steven Curry這位NBA史上的三分球的一個紀錄保持者 但是Curry要追上他 要到4萬分的話 追上圖卡上寫的可能要達45歲才有機會 現在現役的球員當中最有機會的應該是 達拉斯獨行俠的Luka Doncic這位斯洛維尼亞當家的國家隊的一個球星 怎麼說呢 因為Dontic目前才25歲 剛剛過25歲的生日 他2月28號生日 而且他目前的生涯的一個總得分已經超過1萬分了 那你想想看如果以平均每個賽季能夠拿下1800分到2000分的話 Dontic打到40歲有機會破4萬分喔 不過前提是他要像LeBron James這樣一樣的耐操 一樣的耐操好用 每一個賽季都能夠繳出這種非常高水準這樣的一個表現 LeBron James真的我覺得是難度非常高啦 講到前五股人後面有沒有來著 其實我覺得這難度真的真的是非常高的 對的確喔其實還是要讓身體維持在一個巔峰狀態 才有辦法在賽場有好表現 還有呢確定要最後一五的戴斯穎 大家其實也很關心說大家當然最期待是他可以看到在奧運場上打球 而且這一次他到了法國參加了法國羽球公開賽 而且最新的戰況是哇他擊敗了日本的對手連續三年晉級了法國羽球公開賽的四強 甚至呢他在這一次的比賽當中除了要練手感之外 非常重要的是要賺這個奧運的積分 接下來他還要去打其他的比賽喔 包括是法國公開賽之外還有全英公開賽以及亞洲的羽球錦標賽 目標當然是巴黎奧運 但是在下他的飯店當中其實也出現了一些驚險的場面 因為有其他選手的飯店被闖空門 行李箱被偷走 而且小代就說原本那間房間是他要住的 所以也讓大家開始好奇說 如果在這個選手下到了飯店這個治安狀況可能也都要特別注意 但是其實目前看到小代連續三年搶到四強 現在小代手感震熱對不對亞里哥 的確啊 這個插曲就是飯店遭到闖空門 小代在自己的IG社群媒體上面有講 他在晚上睡覺的時候是把這個桌子 房間裡面書桌拖過來把房門擋住 因為他很怕說實在的被萬一有人闖進來發生什麼樣的事 你可能沒有辦法預料 那當然講到這一次的比賽啊 在整個法國公開賽在整個國際羽毛球總會 屬於750分等級的這樣的一個賽事啊 那戴姿穎在今天傍晚的比賽啊 他剛才是過了在日本的大孤賽這一關啊 所以現在在整個法國公開賽 女單的四強已經全部產生了 哇又是女單的F4啊 在四強的一個名單有誰 除了戴姿穎之外 這個南韓的安喜玲 在籤表的下半部另外一邊看到日本的山口籤 中國的陳雨菲 剛好這四個人就是我們之前講到的 最近這十年當中 那羽毛球女子的F4 他們這一次又在法國公開賽的四強會師 而且下一場比賽小戴的對手 就是好像要面對天敵的安喜玲 安喜玲這位南韓的天才羽球少女 他生涯跟戴姿穎的一個對戰紀錄 兩個人總共交手了14場比賽 安喜玲是取得11勝3敗 這樣絕對的一個對戴姿穎的對戰優勢 最近一次的對戰是在今年的馬來西亞 還記得在開季1月的1月的時候 2014年1月的時候 我們講到戴姿穎要拼巴黎奧運幾分 第一場比賽就是打馬來西亞羽球公開賽 結果那場比賽也是兩個人在決賽會時 結果他輸給了安喜玲 所以我們希望看看明天啊 小戴有沒有機會過安喜玲這一關啊 畢竟球是原的啦 不打不知道 那當然這一次的這個法國羽球公開賽 還有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們的王子維 那在這個16強戰啊 竟然是打敗了丹麥的球王安賽龍啊 在去年的香港公開賽 我們台灣另外一位小將李家豪 曾經打敗過這位丹麥球王過 那時候是大爆冷門 結果沒有想到這一次的法國公開賽 王子維不錯喔 直落2 我記得是21比17 21比12 直落2的比數啊 這個打敗了安賽龍 安賽龍自己也覺得很沮喪 哇怎麼在16強就直接輸掉了 那王子維現在的南丹的8強賽啊 跟這個剛才講到的南修東超一樣 現在目前台灣時間大概9點40幾分的時候 還正在打 對手是泰國的一個對手 我們希望王子維能夠過關斬將 也希望王子維能夠打進到4強當中 的確也希望大家持續幫小戴還有王子維來進行加油 但是我想要問亞里哥喔 就是電動哥跟柴油車跟汽油車 你比較喜歡開哪一種 我會比較傾向想開電動車啊 因為最近這幾年特斯拉這麼的火紅嘛 對不對 對其實的確很多人都想要試試看 但是或許大家對這個電動車的加速性呢 還是有一些問號喔 但現在有一個最新消息要帶你掌握到 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名女車手 成功駕駛了電動方程式賽車 用2.49秒加速到100公里 戴上全罩式安全帽 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電動方程式賽車女車手 放手一搏 0到100公里加速 在此之前的世界紀錄 是由F1賽車創下的2.6秒 直到這一刻新紀錄誕生 恭喜 瑞姆 你砍了電動方程式 2.49秒 在駕駛座上興奮歡呼 阿爾阿布德開著F1賽車挑戰成功 她在本週多次嘗試挑戰紀錄 甚至一度翻車 然而她越促越勇直到創下紀錄 女人們來問我 我們怎麼能成為一輪賽車 我經歷了 是甚麼導致我們 沙烏地女人 去追求我們的愛 去追求我們的夢 能夠在婦女節前戲 完成這項壯舉 對她而言更是意義非凡 好 其實現在剛剛最新的狀況也出來了 出來了王子維似乎是落敗了對不對 輸給了泰國的對手直落2 18比21 然後15比21 輸掉了 那蠻可惜的 那東超聯賽 這個東亞超級聯賽 我們剛才一開始講到 林舒豪沒有打這場比賽 現在好像剩下最後11秒鐘 目前新北國王好像也是84比90 落後當中 現在看起來好像要打進這個決賽 好像這個機會也有點渺茫 不過明天的季軍戰 如果能夠拿下季軍的話 還是有25萬美金這樣的一個獎金 還是很希望他們至少50萬美金 入袋好不好 再來我們要來看到的 就是F1方程式賽 則在這一次其實奪冠的車隊 其實並不意外 當然是紅牛隊 但是在事發 在整個比賽之前 其實也傳出了他們的領隊 疑似被檢舉了行文不檢點 傳了不雅照片別人 但是大家會把更多的目光 放在了RB當中的車手 尤其是這位日本選手 腳田玉翼 他因為是不滿車隊要求讓位 隔空嗆了他的隊友 而且甚至在完賽之後 還危險駕駛去撞了隊友 當然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討論路非常多 那亞里哥怎麼看呢 當然今年F1一級方程式的開幕戰 巴林戰 看到了紅牛車隊的V7 那維斯塔班還是毫無懸念的 這個從Port to Win 也就是從甘衛啊 最後是拿下了正賽的一個勝利 這不僅是開幕戰的勝利 而且是去年跨季的一個八連勝 在去年V7有多可怕 去年的F1一級方程式 總共有22場比賽 V7就贏了19戰的一個冠軍 哇幾乎百戰百勝了 去年是完全是一個超過八成的一個勝率 完成了在F1的一個三連霸 那今年要尋求四連霸 一開始感覺上 從第一戰巴林戰的整個內容這樣看起來 好像哇不管賓士車隊也好 巴拉利車隊也好 其他的什麼阿薩布魯車隊 好像都沒有跟紅牛車隊 來一較高下的一個本錢啊 而且今年這個紅牛車隊 原本的一個衛星車隊啊 今年改名了這個AlphaTauri車隊啊 那看到這兩位車手 剛才這個至於有講到的 角田玉毅還有Daniel Ricciardo 那這兩位車手 結果沒有想到在整個巴林賽正賽 在整個車隊的一個策略方面啊 車隊透過這個無線電 要求角田玉毅讓位給Daniel Ricciardo 結果原本跑在Ricciardo前面的角田玉毅 他覺得不太開心 他覺得我明明跑得比他快 我為什麼要讓位 那最後他還是聽了車隊的一個指示 讓了可是他就是會碎碎念 然後可是到最後兩個人 也沒有都跑進10名之內啊 兩個人結果最後在巴林戰 一個13名一個14名 都沒有得到任何的一個積分 我覺得在這兩位車手方面 當然啊 角田玉樹啊 就跟周冠宇一樣 代表著FYG方程 是亞洲人的一個希望 那Ricciardo過去 曾經是紅牛車隊的車手 他當然也希望能夠在 這個紅牛車隊 這樣二隊這樣的一個表現 能夠讓他重新回到 跟Versetven來重新的搭檔 當然我們知道紅牛車隊 除了實力很健常之外 你剛才講到 這幾年非常 可以說是 走到哪裡 可能都會有這種 MeToo的這樣的一個風波啦 那不過我覺得 他們紅牛領隊 這樣的一個場外事件 應該不會影響到紅牛車隊 在整個賽季這樣的一個表現 今年的賽季其實 原本就是大家看到 紅牛車隊在巴林戰 包辦了一二名 那看到 Carlos Sainz 雖然站上了頒獎台 不過我們還是希望 哇今年這個 在賓士車隊最後一年的 Lewis Hamilton 能夠有機會 站上頒獎台 我覺得這是大家 希望看到的 然後希望其他的車隊 其他車手 能夠多一點競爭力 不要讓Versetven 贏得這麼輕鬆 真的太輕鬆了 你看跨季已經是 連續八場比賽 是拿下了冠軍了 的確喔 其實還是希望大家 可以看 大家還是希望可以看到 更精彩的比賽了 那其實今天 也非常謝謝雅里哥 來參與我們的節目 謝謝雅里哥 謝謝志宇 謝謝大家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 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